好 今天是第二次的 總統候選人的證件發表會 剛剛我們看到 三個人已經在第一輪 都發表意見了 第二輪進入短冰箱街區了 柯文哲他提到了人口問題 他說1970年出生的人數 在我們台灣是40萬 可是去年降到13.8萬 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已 這是國安問題 這非常嚴重 如果再不改善的話 台灣就會自動滅亡 我們來聽聽看 現在我們來討論一個 攸關國安的人口問題 去年出生13.8萬 但是死亡有20.7萬 所以台灣在現階段 已經是生不如死 目前台灣的生育率 和南韓在拼全世界倒數第一 少子化同樣的就帶來高齡化的問題 其實在台灣 高齡化還有一個更麻煩處理 叫做快速高齡化 所以因為這樣 整個社會適應的時間不夠 這也讓目前的問題更難解決 我們看到的就是柯文哲剛剛的論述 第二輪第二個發表政見的是侯友宜 他特別提醒賴清德說 你賴清德市長在台南市當市長的時候 你的公共託譽是零 是零 而且你的這個社宅也是零 所以這個某種程度 他也是在攻擊賴清德說 你現在垮垮其壇 講這麼多大話 你以前有權力的時候 在當五都市長的時候 你什麼都沒有做 那另外他還問這個賴清德說 兩岸直航 哪個城市被木馬屠城 又回到了兩岸的議題了 我們來聽聽看 就是木馬屠城記 我請問台灣現在的哪一個城被堵了 連在台灣市的地帶精神 好好在那路口又經常去刺激 我們看到賴清德 賴清德說世界正在改變 這個對台灣是危機也是轉機 什麼意思 聽聽看 台灣最缺電的時候是 馬英九前總統把政權交給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沒幾天 也就是2016年5月30號 當時的備轉容量力才剩下1.64% 但是現在不管任何時候 我們的備轉容量力都到10%到15%左右 換句話說 未來的供電會更加的穩定 缺電的時代已經過去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推動能源的第二次轉型 也就是發展多元的力能 這個亮哥 亮哥你今天有點感冒 多保重 那你看這三位這個總統候選人 剛五黑這個總統的樣子 第二輪的這個政見發表會 沒有啦 政見發表你很難說他講的對或錯 這個侯友宜那一段是又拉回來批評賴清德以前講過的話 賴清德不會回應 因為他知道他講錯了 他知道他講錯了 他就不會回應了 他就扯到別的地方去了 不過我倒是對前面賴清德說要加薪 到底要怎麼加薪 我很好奇 他也沒有告訴我們怎麼加薪 他沒有講方法 對不對 賴清德的位置是比較尷尬的 就是他如果要提很大幅度的改革政策 等於是挑戰自己跟蔡英文 因為你自己都當過行政院長 那你以前為什麼不做 對不對 可是他不提又不行 就會被人家比下去 所以我覺得他大概禍開了 他決定要提了 柯P事實上從第一場政見發表到現在 都始終如一 都在講政見 事實上他是最遵守規矩的 他好像也沒有在批評別人 比較少 都是堅持在講政見 可是我覺得這種政見 這種政見發表對選情的影響不大 有一點無聊 因為都是講過的話 或者是說看的人 大概都是圈內人 都是已經表態的人 事實上辯論 如果沒有互相結問 我認為中間選民看的機率也不高 辯論會會在跨年的時候舉行 辯論會 真正的辯論會 對 可是他好像這次 他的辯論的規則是很保守的 他並沒有候選人之間的結問 有啦 有交叉結問 有嗎 有 有喔 不是只有媒體發問 也有互相結問 也有 對 還是有 那不錯 就看那個時候的一個狀況 不過如果是這種政見發表 我覺得意義不大 應該 真正對選舉有影響的應該是 你在選舉過程對一個政策 然後就不斷攻防 攻防一個月以上 那個才會產生影響 是 來 金潔一 如果說一場辯論會就能夠改變 投票的行為 這是原木求魚 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看 去年 侯友宜在新北選連任的時候 他大贏林佳龍45萬票 這票怎麼產生出來 那些三重爐州都贏 為什麼贏 林佳龍我們也不贏 金潔一 侯友宜對我們也不錯 那些基本盤的那些 綠營的里長都說沒關係 侯友宜對我們不錯 我們就給他支持 他每一區都贏 大概兩萬票左右 在三重跟蘆州 現在要請總統 趙直一吹 不好意思 侯友宜市長 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藍就是藍 綠就是綠 我們就歸隊 我們就是自己的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候選人 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支持賴清德 但很多里長都說 我們土產也是一樣 去年在選舉的時候是一面倒 在新北每一區都贏 連坪林他們都不可能贏的地方 都大獲全勝 為什麼 因為市長不要沒有意識形態 現在你說侯友宜 從他開始從徵召 那時候民調一直往下走 為什麼 因為基本盤已經回去了民進黨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侯友宜 他能不能跟去年一樣的 那樣的一個在新北 有這樣的事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說政策能夠影響多少 如果談政策 如果談為過去的政策 能夠大獲全勝 能夠贏的話 那個3Q哥就不會打敗顏寬人 事實是如此 我們這樣在講就是說 政策能夠影響多少 如果說這一場看了之後 民進黨的支持 侯友宜說得不錯 這樣我們看 我們來集集侯友宜 有可能嗎 不可能 我自己做民調 我說如果郭台銘回到台灣來 幫林津姐站台 你會不會把你的票會轉給林津姐 基本上也沒有 我們有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的票已經回來了 我說他之前的票已經給我了 你懂得這樣 他之前的 因為他的支持度已經都給我 但是說我們額外做的 比如說我們在欄寧 我們是從欄寧看 從其他的看 我們不是說他的自己的資本 他們都已經給我了 那現在我們影響的是什麼 就是說其他的綠營的朋友 你說你如果這個郭台銘 那支持林津姐 你來幫林津姐站台 綠營的朋友 會不會投給林津姐 是不可能撼動 是不可能撼動的 所以你是說已經藍綠都歸對了 沒有用了 現在最有可能影響的是誰 我們的這一個柯文哲 他基本盤他有15.9% 我做的算是 基本上15到16% 新北也有這麼多 我的楚城三峽 都16% 他的啦 我力量那麼多 16% 那16%要支持綠的 綠的贏 要支持藍的 藍的就贏了 我自己做的民調 你這樣講法 不對 我補充 好 來 我跟你講 這不只是土城 全國柯文哲現在最低潮的時候 就是16% 這個美利島週報的民調 有針對這個問題去研究 柯文哲就是純白的 就是柯的鐵粉6% 那其他白偏藍5% 白偏綠5% 所以是556% 如果柯文哲表態說 我要藍的 那這個藍的就要多0.25% 如果要綠的 綠的就多0.25% 都沒有差 現在問題是說 如果柯文哲不表態 讓他們就是說 黏著性 黏著柯批的上面 不上檔的 那邊就比較好處 就是你表現好 它會走過來 現在如果你表現好 稍微會過來一點 是藍比綠多 為什麼 因為綠的已經大批跑回去了 現在是556% 加起來是16% 這個好像三色版 有人說像三明治 中間的那個藍是8% 上面那藍是藍的 隔開的藍是綠的 就是看藍的要綠的要綠的要綠 你說如果在白白聽到的 會綠 又沒輸沒贏了 但是我跟你講 柯壁講少子話 我聽起來就難過 因為我在本節目講 少子話的次數不太多 你想我回國37年前 出生小孩子34萬 今年是13萬 再過30年剩下8萬 所以我常常向習近平喊話 你不用來台灣 台灣一年8萬的新生兒 連消防隊 連倒垃圾的 都沒有 你打台灣幹嘛 很嚴重 但是柯文哲講說 你色宰是零 那公託是不夠 所以才會不對 真的偶有儀說的 這些通通辦夠 也不會生小孩 也不會生小孩 那怎麼才能生小孩 你要生小孩 你一定要讓我們 只能看到移民 你要讓我們 他移民我們台灣 主力還滿大的 我跟你講 這個不生小孩的原因 可以寫一本書 可以發給 陳明通可以發10個 碩士學位 都沒有辦法解釋 搞不好可以有博士學位 我告訴你 要讓我們的妹 今天的妹願意生小孩 你一定要讓妹快樂 要讓妹快樂 我跟你講 其實老趙 根據我的建議 他有講 就第二胎 薪水再給 全新 然後你的年資照算 第三胎 每一個人給100萬 但是沒有發酵 要給很多錢 其實因為國民黨團 他不會 你這個是很聳動的政見 但是他沒有配合 大家不敢動 所以少主要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 要下重要 不要 要下重要 我不要下